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咱们做一个尺盛儿蒸白扇 一会儿我得拿热水烫一下 买了点这个豆豉 把这个豆豉拿出来拿水洗一下 因为这个尘土比较多 手术 水 鲍鸡 鲍鱼 鲍鱼 鱼 鲍鱼 鲍鱼 鱼 鲍鱼 鲍鱼 鱼 鲍鱼 里边再切点洋葱碎 里边放着干菊皮,这是泡开了以后了 泡开了以后了,把这个去一下,只要它表皮 切点青红尖椒粒 把这些豆豉稍微斩一下 水温到了七八十度的时候,把白膳放进去 把粘液往下烫一下 然后把它捞出,清洗干净 把粘液弄下来 锅里做油,把豆豉炒一下 做油以后,把这个姜米、蒜米还有洋葱碎放进去 陈皮 把熬出香味儿的,清不焦虑 这个熬出香味儿的,把这个豆豉放进去 小火熬它,把水分往这儿熬一下 豆豉熬了,把水分往外熬一下了 少倒入点蒸鱼匙油 加入一些美肌汁 放入少许的蚝油 然后这里边再加入点白糖 然后把它熬开就可以了 这个盖好都是白膳 然后撒点盐,腌制一下 来点胡椒粉 料酒 放入点豆豉 炒好的豆豉 里边再来点生抽 拌匀,腌制10分钟 腌制一会儿了,然后把它摆到盘里 准备开始蒸 然后上面再淋入点豆豉 蒸鱼匙油 大概蒸个15分钟左右 挺嫩啊 这个 然后再淋入点蒸鱼匙油 这个最后再撒上葱花,吃个油了 然后那个就是不吃油了 我们就直接吃了 然后随便放点青红椒粒,点缀一下 看着圆菜吃的还挺好 它就让这个鱼用情多 是吧 有油 有油 有油,是吧 特别大我感觉 嗯 它这肚子是20分钟 可以 一会儿大龙骨了 脂肪还量太高 它能吃这个吧,刺应该软了吧 没事,不能吃 嗯 嗯 挺肥的,本身这个东西都 炸糟米 炸糟米 还算超够断 这个叶枣都短了 走 鱼尾 が大 …… 把这片片儿取好肉 加脆它,柠檬汁也挂